范城城自从参加偶像练习生,并以第三名的成绩加入NINPRCNT之后,就一直饱受关注,同时也饱受争议,不仅因为他刚参加比赛时的失误,同时也因为有个光环夺目的姐姐。 自从范城城这个人被媒体曝光之后,名声越来越响,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,总之反应越激烈对娱乐圈的人来说越是好事,而随之而来比较明显的,就是微博粉丝量暴涨,这时有些人为了博眼球就动了歪心思,竟然玩起了范城城高访号,原本微博这种东西,如果你不声不响的,可能也不会被发现。 偏偏这个高访号还凑热度,并且被网友发现,原理这个人是比较受争议的,所以微博也比较受关注。 前几日发了一个晒出宋青灵巨照的微博,评论中竟然出现了范城城,细心的网友一下辨认了出来,对比高访号和范城城坦尊的微博,虽然访得挺用心,但是差别还是比较大。 首先头像科认证确实是一模一样的,高访号的认证也是LINEPERCENT成员的华一乐其下议人,名字起得也很类似,几乎真假难辨。 其次,每天更新的微博,也都是范城城本尊的微博内容,差别最大的就是粉丝两人,范城城的微博几乎每天都要爆掉。 每次发一条微博无论内容是什么,总是跟着几万条的评论,绝对不会出现无人关注的现象。 而高访号粉丝寥寥无几,每天虽然暗示更新微博,可是回复量也就是小猫两三只,几乎都是各位数的。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个互联网时代,这个时代最值钱的是流量,而高访号的出现,要么是为了给本尊点流量,要么就是要自己积累流量,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,或者是不当得利。 有一些高访号只是个人的行为,然而有一些背后却有着一个团队在运作,这样长辞以往,势必会误导大众。 高访号的出现让大家防不胜防,也希望大家在关注偶像的时候,稍微保持一点理智,不要被高访号所欺骗。 也劝说那些做高访号我眼球的人,做自己就好,没有必要去做别人的影子。 高访号存在的最大意义,就是可以截护正版号的流量,从而有机会吸粉,扩大影响力,体验一般做偶像的感觉。 这个高访,跟正版只是一个符号的不同,还是不同在了名字的最末尾,一眼看上去真的是以假乱争啊,内容并不优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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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